反核式不同意重啟 第十七案 不同意 反对核式诈欺公同 反对核式诈欺公同 物料管理法 第十七条 也提到说 你做矿热线物料的处理 最终处置 要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 要不然 就将133条 500万到2500万 并开除设施等等 我想 这是一个 放射箭物料 包括会去管理的法令 自从1988年中旬 医院中旬 在判条以后 我们的核废料处理 甚至早就被封闭 美国更不允许 我们来处理放射核废料 他们讲的那些方法 他们会更行不通的 这种加速器 来处理核废料半摔体的方法 也是天文数字 而且他们的处理方法 是以公克为单位 我们确实以几千公吨 欧洲一座 例子加速器的经费是2400亿 你要出原事 是1500公论的核废料 又是一个天文数字 根本不可行的 林志庙反对重启核四案 引发国民党内波澜 立场不会改变 这是没有安全就没有商转 想好以坏的想法 虽然与国民党内立场有落差 不过朱立伦态度似乎也软化了 没有核安就没有核实 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立场 也是林建律的立场 整个人是有家庭 也有家庭